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探生 谢谢副市长 同时也谢谢再次恭喜 我们以上获奖的16家摊商 2022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 今年共有28处市场 141家摊商报名角逐金赏荣耀 分为鲁味之王组、吃货组、上仙组、穿搭组及寻宝组进行评选 最后共有15名金赏奖得主脱颖而出 由副市长黄珊珊亲自颁奖 其中鲁味之王历经一个月专业评选 由西宁市场卫村烧辣店的台湾盐水鸡 新义市场宝芝林水饺的鲁味狮子头 及南门市场始料未及的冰糖蹄花获得精赏荣耀 网路票选人契奖得主为松江市场的真育鲁味放山鸡 老板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 我2014、2020还有今年 已经第三次了 今年第三次 今年是盐水鸡 但是的话我们的鸡的话就是说和别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鸡的话就限载 鸡又大 那个的话我们鸡不是说那个小小的 因为那个大的话周数的话 养的时间有够久 那个也不会太老也不会太烂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几十年下来的话 到我们这里消费的话 库克的话从来没有说你那个鸡的话不好 因为就是说每一次的话 买上去买回去的话 他们都是说这个都有信用 因为我们卖的层面相当广 有那个餐厅的 也有外汇的 那你要交出去的话的东西的话 你卖给零售的或是说这些外汇的话 他们的东西的话 大家都很 现在的人吃的很少 大家都很挑食 那你东西不好的话 你不能不给他好的东西的话 他们一次就再见了 那不会说和你在细水藏流 你东西再怎么评给他也不要 那我们是保姿林水饺 那因为我们是承袭 就是阿嬷以来 我们就是 我们做了一些像是水饺类的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乳味 还有狮子头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做这个育饭团 我们总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次参赛呢 是用乳味来做比赛 对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古早的这个乳肉 非常的好吃 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很喜欢 因为我们会推出这个产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吃水饺舍 我们就会搭配一些卤菜 对然后所以这那个 也是很沉蒙那个客人们的一个建议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创新 那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的那个预饭团呢 也是供应早餐的部分 因为可以让这些客人呢 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有美食的享受 哇麻辣鸭血 哇很棒的 他都已经是 毕竟期间堆一些这种料理真空包 他可以直接回家吃的 真的要这样 所以有渡过那个南关 有 还在努力当中 对 还可以辣 好香喔 受不了 然后直接冷冻辣子 冷冻包 所以他都已经是真空包了 对 红油炒手 对 然后回家一个人就可以料理了 他非常坚持 他的店家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东西 而且有自己的创意 都是以台湾的为主 以台湾文化为主 非常的有特色 欢迎大家到华山 对 好 欢迎大家到华山 谢谢 谢谢 还有扭蛋 还有扭蛋 对 对 这家我有看到 他太夸张了 很多 很多对 很多 你有看过很多很多的扭蛋吗 就是他们家 扭蛋专注 就在他们家 想要看扭蛋就在这边 就是小朋友要去找东西的话 带来去这边什么都有了 对 大人也有 对 大人也有 这家我知道 我那边就想说 成功市场怎么会有这么 有气质的店 对 因为我女儿本身也是设计的 对 你好 刚刚是模特儿 她都是帮我做这些小炮 里面一些小炮 她也是非常的好吃 我妈妈很爱吃 所以我没事就 去那边就会去 摆个一个礼拜 大概去摆个 五六个妈妈放在冰箱 谢谢 她肚子饿她就会这样 副市长应该蛮常去南门市场的 对对对 妈妈还吃粽子 然后那个火腿都在这里 没去也会派人去买 今年获得金赏奖的摊商商品相当多元 包含家常美食 甜点 粽子 精品百货 服饰配件等等 十足展现市场丰富的文化 副市长黄珊珊也到获奖摊位 一一祝福 摊商们也把握机会 请黄珊珊签名 并一起大合照 显示黄珊珊副市长的高人气 副市长说希望透过天下第一摊的评选与宣传 带动所有市场的买气 如果得到天下第一摊大概就是我们台北市 要说摊商里面的佼佼者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标示以后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商量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只在你的传统市场 你可以到我们另外生意没有那么好的传统市场 帮我们带过去 然后也许可以把那边的生意再带动起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我在这边得了天下第一摊 我可以在其他的传统市场 大家一起有共好共善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让市场的生意更精进 因为像他们得了都是人气店 你不能只有人气店店家 我们希望这个市场整个因为你而更好 然后大家互相配合 这个市场的气就像南门市场一样 还有市东市场 他们有一家改好了 隔壁就开始改 改完全部都改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摊位摆盘摆得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所以市民就非常愿意去 那南门跟市东就是我们两个标杆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天下第一摊 给带来更多好的循环 让他不是只有他生意好 他隔壁的生意也要好 那整个市场的生意都要好 那除了他们提出优惠 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 摊商商品的品质要提升 第二个让市场的环境要变好 让民众还是喜欢去卖场 所以怎么样让大家进到传统市场来 我可能有冷气 我可能地上不能有湿搭搭 我可能要把这些垃圾的味道除掉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硬提好 我们现在市民进到我们 比如说进到我们有一些像那天去木炸市场 木炸市场它连垃圾厂都没有味道 然后摊位里面干干净净 我觉得就是一个让年轻人或市民 愿意进到传统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环境改好 摊商的习惯变好 让他干湿分离 然后让他走进来觉得非常的舒服 这一点要让大家先知道说 台北市努力在改善的是整个市场的环境 我们不是只是照顾他的生意 环境不好生意一定不会好 但是疫情结束之后天气这么热 大家最近就是不出门 这个可能就要用转型来改变 就怎么样让他们的东西可以 还是可以被消费者买回家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数位转型的帮助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说台北市政府极尽所能 能够想的方法都想了 然后摊商也非常的努力 我们大家一起让大家愿意到传统市场 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会被卖场跟超市淘汰的 就是我们浓浓的人情味 这两个关键的因素 加上我们的商品整理清洁干净卫生 我相信我们的竞争力绝对是超过外面的这些相关的商店 就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对我们会加油 一定要让市场好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大量的曝光 而且其实以现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们也是要凝聚大家的一些市民的向心力 那透过这次的活动比赛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是运用美食 其实也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一些体力 然后让大家市民可以共襄胜举这个活动 提升传统市场的买气 台北市政府积极优化传统市场的经营环境 再加上摊商推出高品质的特色商品 双方共同打拼行销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吸引更多消费者到传统市场来消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好 好 廝颖